Hello大家好,我是Candy 今天我要来讲如何整个翻新洗衣房 今天的视频会主要围绕 本次翻新改造的逻辑和目的 我旧的洗衣房有哪些问题 我为什么要去解决 并且我怎么去解决 今天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活应该怎么干 因为每项具体的活怎么干 我都已经单独上传过详细的视频教程了 今天我不再会重复 另外关于本次改造整个花费 我今天也会做一个总结 这样假如你要做翻新改造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最后我会集中回答一下 网友一些常见的问题 包括我这次设计上的一些问题 以及具体制作时候一些细节的问题 这样你就不仅知道怎么做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要怎么做 希望对你自己改造的时候也有一定帮助 那么好了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那首先我来说说 为什么我要翻新这个洗衣房 我现在洗衣房有什么问题 首先最简单的 就是我这边东西已经非常旧了 从那边的墙面开始 已经全是裂纹了 包括这边的窗框门框 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或者损坏 这些虽然不影响使用 但是看上去都非常难看 那这一侧的话 这边柜子也非常旧了 门板上面都已经掉漆了 这边所有柜子都是这样 包括顶上墙角这边 看上去也是非常脏非常旧 那整天在这边使用的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这些都要翻新好 所以脏和旧呢 是我这边需要翻新的第一个原因 但确实最不重要的一点 因为不管它多脏多久都不影响我使用 我这边翻新的第二个原因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的 就是我这边洗衣房的空间利用率特别差 功能性也不够好 首先就是这边柜子占了太多空间了 它本身又装不了多少东西 非常不实用 使得我这边都没有地方放烘干机 那你可能会说 我烘干机可以挂在洗衣机的上面 对不对 那假设我这么放的话 我这边就完全没有一个空间了 这边我本来就没有桌面 我要放个洗衣盆什么的 已经没有地方放了 这个空间再占掉的话 我连洗衣机上面都不能放了 那我这个洗衣房就完全不能用了 所以我不可能把烘干机放在洗衣机上面 除非我单独另外还有个桌面 可以让我放东西什么的 可惜我这边完全没有 空间一共就这么大 所以这些使用上的问题 我这次一定都要解决 另外呢就是这个水斗 这水斗也很奇怪 是个长条的 水龙头在墙上 人站在这边用的时候 根本很远 根本够不到水龙头 像我这边站在这里 怎么用这个水龙头 很不自然这个动作 所以这边我要整体规划 变成一个桌面 而且水斗的造型 我需要改变一下 让这边使用更加实用一点 那最后呢就是这边采光的问题 可以看到现在外面是晴天 太阳特别辣 但是我洗衣房这边是特别的阴暗 其实我上面灯也开了 上面灯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也需要更换 它也非常旧了 那这边采光最大问题呢 就是因为这个窗太小了 所以呢我这边会换一个门 换一个上面有玻璃 可以透光的门 这个样子我这边呢 采光就会改善很多 整个空间用起来也会舒适很多 那以上三个点呢 就是我这边需要翻新的原因 我这次的设计呢 就会需要满足这三个点 这样才能达到 我需要的美观度和功能性 那下面呢我就来说说我的规划 这一侧整体规划将是这样 我这个水斗会让它缩进去 不会让它这么长 这样呢我这边使用可以方便一点 然后呢由于我这边没有桌面 所以我这边会加一个桌面 这样子我桌面上就可以放东西 或在上面操作一些东西都可以 另外洗衣机呢 还是会在这个位置 因为洗衣机有下水管跟上水管 上水管本来在这边 我不会去动它 下水管呢需要和水斗一起出去 所以说呢洗衣机还需要放在水斗边上 这个地方不便 那烘干机怎么办呢 烘干机我会放在洗衣机的边上 这边空间不够 我就会把柜子给拆了 那之后就是洗衣机跟空干机 是并排放的 都放在地上 上面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桌面 一直到这边 这整边都是桌面 这样子我的操作空间就非常大了 那我这边损失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到上面墙上去做成吊柜 吊柜呢我会做的非常薄 这样子下面桌面不影响我使用 放在上面放放东西就可以了 吊柜做完呢也顺便可以遮住上面 管道这个吊顶这一块突出来的东西 这边上面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兀 所以说一样这么大个空间 只要合理利用了以后 我储物空间既没有少 操作桌面也出来了 烘干机的地方也出来了 水斗也没有那么难用了 小小的变动就可以解决非常多的问题 接着到这边就是要换个门 那我这边计划呢是换一个带玻璃的门 这样可以改善这边的采光 也是我这边换门的原因 那知道这一点以后呢 我就会先来换这个门 换过门以后 我这些采光性能就会大大增强 因为等于这边我就有两个窗了 我的洗衣房就再也不感觉到暗了 换门的同时呢 我把旧窗框上面那个窗帘也拆掉了 包括我把窗框和门框的裂缝都填掉 重新刷了漆 这样也整洁干净一些 那之前有人讲换玻璃门不安全怎么样的 其实这一点都不影响安全性 这些问题我会到最后和大家一一展开解答 那白天采光解决了 晚上灯光的问题我也会同时解决 因为以前那个老旧的灯 真的是非常非常暗 一到晚上就完全看不见 晚上是几乎没有办法进洗衣房干活的 实在是太暗了 我手机连对焦都对不上 所以呢我更换了LED设灯 这个样子呢 我晚上也可以彻底的看清洗衣房里的东西 一个门一个灯 两个小小的变化 就把我这里的采光问题彻底解决了 现在不管白天晚上 我的洗衣房照明效果都非常舒适 采光问题一旦解决了以后 我就可以来规划正面墙的柜子了 改造前我这边只有放一个电器的柜子 我只能放一个洗衣机 我最早呢是带用烘干功能的洗衣机的 效果非常差 所以呢我想升级成一个洗衣机和一个单独的烘干机 分体的两个机器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呢 我就需要把原来这一片柜子给拆掉 因为原来这个柜子站着呢 我的空间是完全不够的 原来旧柜子拆掉一片以后 我就有空间多放下一个电器 这样子我烘干机的位置就出来了 那原来失去的储物空间 我又装了吊柜 这里面就可以放不少东西 而且放起来呢 也比本来那种垂直的柜子要好放很多 因为它更宽了嘛 平时放顺手拿的东西就非常方便 经过这样子改动以后 我的储物空间可以说基本没有减少 而且用起来还更方便了 甚至我多出来一个放整个电器的空间 这部分的设计规划 虽然说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做起来呢 有很多实际的问题 我在做的过程中 每一期视频都有讲 比如说我这里柜子拆了 后面本来是有瓷砖的 那我根本买不到以前这些 几十年前一模一样的瓷砖了 所以我需要把这边瓷砖都砸掉 再把这边墙做平 另外呢 我这边水槽的这个柜子 之前特别的深 我拆掉了以后 墙上瓷砖也要补 同样我买不到瓷砖嘛 所以我给瓷砖改了色 买了相同尺寸的 但是不一样颜色的瓷砖 我给它刷成和本来瓷砖差不多颜色了 我也同样有详细声明讲 所以这边也不展开了 我想讲的是 在这边拆之前 你要把这些有可能会遇到的因素 都考虑进去 你要先想好有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你就尽量不要拆那样东西 要不然的话呢 你设计起来就会比较麻烦 像我最边上这个柜子 我为什么没有拆呢 是因为我找到了翻新的方法 翻新之前 所有板的封边都已经裂开了 包括柜门边缘 它漆没刷好的地方 也有点胀掉了 由于我的板不是特别严重 我就给它打磨以后 重新刷漆了 把它恢复了 我没有更换任何的柜门或者柜板 这样我就可以翻新好 如果你看到你的橱柜 已经涨得非常严重了 那其实就不值得翻新了 那你做新的橱柜 就比较容易简单 像做新的橱柜呢 我这边也出过一期视频吧 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橱柜 自己切板做也很快的 甚至上面这个现成的橱柜 现成的柜体 我买来直接挂上 也是非常方便的 有多种方法 可以翻新 可以自己做 也可以买现成的 设计规划的时候 就要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找到一个你性价比最高的做法 包括我下面地板也是同样的 本来柜子下面是没有地板的 洗衣柜下面也是没有地板的 那我现在都补全了 地上本来的坑柜用水泥填掉了 因为这些材料我家里都有 我不需要单独去买 如果你要买的话 同样你要知道 能不能买到颜色接近的地板 要不然看上去试一样就不好看 另外我在规划的时候也发现 正面桌子非常的深 这一段其实要73到74厘米 一般的桌面木板都是60厘米的 那我也是设计的时候 就去店里找了 找到一块1米2宽度的木板 我这边是戳戳有余的 我还可以切掉一大块 我看到有合适的材料以后 再把这样子的设计给实现了 你不要一想天开的做完 发现没有那么大的木板 你到时候再拼接自己粘 会花很多时间 而且效果不一定很好 你就要换个设计思路 考虑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能不能完成 以及花下去时间值不值得 水槽和水龙头也是 你根据你自己情况要考虑好 像我这个水槽呢 是家里本来就剩了一个 好几年前买的 我一直没装 那我就不浪费 我就按照这个水槽的尺寸 来切割桌面 你买水槽的时候就要考虑好 你的下面柜子要做多大 你水槽能不能放进去 那这些都要相互对应的考虑 你在开工之前就要把这些记下来 这样你做的时候就不会失误 同样这边水龙头 水槽 桌面 甚至怎么安装洗衣机 我都有单独的视频讲 所以具体怎么去做 我就不展开 在这边再讲一遍了 总之最后的成品呢 既解决了我这边缺少一个桌面的问题 也把我空干机的位置给腾出来了 这样我可以多一个电器 再加上之前水槽 那个非常长的水槽 我用起来也不方便嘛 现在换成短的水槽 我用起来就非常合适 包括刚开始提过的采光问题 有了一个玻璃门 一个新的灯 可能和这边拆掉一个高的柜子 也有关系 让这边空间感觉开阔了 整个亮度就提高了 所以虽然看上去 这边改变并不大 但是我把洗衣房功能性的问题都解决了 那这样我就感觉 我非常顺利的完成我需要的目的 那有人可能觉得 我这边风格没变 这些旧的瓷砖还在 包括为什么我用木头的桌面 而不用食材的桌面 也都是有我的原因的 我们一会儿再说 现在我先来讲讲 本次改造的一个材料上的花费情况 这样你做的时候 也可以有个参考 其实我在换这个门之前 外面还重新做了一个沙门 这个也是我新换的 和洗衣房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我必须得提一句 因为这也是我洗衣房翻新的一部分 那这个沙门我买了个比较好的 花了我300刀澳元 虽然我关上门 你可能看不见外面 但是这是我这次洗衣房改造 最大的一笔开销 接着里面这个木门 我是从人家拆房子工地上捡来的 所以我没花钱 拆过来的时候 门底下确实有标签 写着175澳元 但是这个都是人家几十年前的价格了 你按现在这个价格 你也买不到 所以我也很难给你估一个价 接着上面的门锁脚链 我都换了新的 由于我装了密码锁 所以稍微贵一点 这个是80 门上的7什么的 都是家里我本来有的 我没有花钱 你要买的话 这些不会有太多开销 包括边上门框窗框 有些裂缝 我打胶的胶管 都应该要花钱的 但是家里有好多剩余的 所以我这边也是没有花钱 如果你要买的话 我估计一两只胶管差不多了 你可能花20刀澳元左右 包括一会儿水槽周围都得打硅胶 密封什么的 所以这些你也得考虑进去 这里我算20 由于我拆过这边墙的瓷砖 所以这边墙的石膏 我是重新粉的 石膏我准备了一罐 一罐石膏15刀澳元 那是2.25公斤 所以胡这边墙 你是绰绰有余的 因为我还换了一个灯 所以我把天花板也补过 这里还会用一点 但这边都用了不是太多 一罐两公斤的石膏是绰绰有余的 你是用不完的 接着瓷砖我买了一盒 一盒它是50片 我这边可能用了20片 可能20片都不到 十几片 但是至少是买一盒 一盒是25澳元 瓷砖上的7反而比较贵 瓷砖上的7我得花50 所以如果你能买到 完全一模样颜色的瓷砖 不需要改色的话 你反而可以省钱 就算它贵一点 你也是值得买的 接着这里吊柜 这个是宜家的吊柜 一共是两个 我是两个60的吊柜 这一款不是宜家最便宜的 宜家最便宜有个叫 nox hut的 那个你花120 就可以买一个这么大的 我这个买了两个小的 所以我花了220 但是柜门什么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说也不算太贵 翻新橱柜的这些边角料 没多少钱 10块钱一卷 把整个柜子都翻完了 对整个洗衣房来说 这个价格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包括做这个柜子的时候 我买了两张三清板 自己切割的嘛 三清板本身当然是不贵的 一张也就二三十澳元 我用了两张 当然大小不一样 我多算也算70澳元 你就可以把这个位子做出来 桌面是200澳元 那当然了 我可能只用了一半 还有一半裁掉了 但是也没有什么其他作用 因为都是一些边角料了 不过水槽切出来这一块 我做了一个粘板 这样就废无力用了 这也没浪费 以后剁骨头的时候就可以用 这个视频我会放在会员专区 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 那固定桌面还需要用一些铁角 而且我做了两层桌面 所以下面还有块中密度板 那这些也没多少钱 加起来一共也不超过50 水槽刚才大家知道 我是家里还剩下的 我也没花钱 但你要买一个的话 也可能就四五十左右 笼统我花了65 包括整个管子 加上两个开关 也不算太便宜 但是这个用起来方便很多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 地板和补地面用的水泥 我也没有单独多花钱 我做的时候也和大家讲了 水泥是我之前做花坛的时候 多下来的 没用完的 正好把这两个小坑补了 否则放着时间长了 水泥也变潮了 你也不能用 也当是废物里用了 我没有浪费 你要买的话 水泥一包也就五六块钱澳元 所以几乎是不花钱的 一包20公斤的 另外地板也是 以前家里做地板的时候 总有点边角料 我把这边给全部补上了 没有多花钱 如果你要单独买一盒地板的话 其实只要一两张地板 就可以把我这块补了 半盒就够了 但是你要买一盒的话 也就三四十 所以我这么一个去开销 也不算太大 最后还有些散件的东西 像LED灯要五块钱 这些门把手要个十块钱 一共买了六个 做柜子 做桌面的时候 下面都有各种螺丝 这些五金件 可能也就五块十块 你可以买个一盒一百个什么的 你基本全够用了 所以总的这边算下来 我这边材料的开销 可能是一千左右 一千稍微多一点 所有东西都要根据你自己情况来 像我沙门如果不装的话 一大笔钱就消失了 但是如果你要买个好的木门的话 那你又会上去大笔钱 桌面也是 你要像我一样做纯实木的 你肯定会多花点钱 如果你要做强化板的 那这边又可以砍掉很多钱 不过像我这样的一个改造 你基本要奔着一千块钱去 不管你能不能用到一千块钱 你要准备一千块钱去做 因为你做的过程中 万一遇到什么情况 你可能要添加材料 比如假设你要拆磁砖的时候 拆完了以后发现墙上有洞 你可能还需要用水泥去补 所以零散的材料 你可能还得加点钱 我建议你至少奔着一千的预算去做 你才能像我这样做这么多东西 除了刚才讲这些材料以外 还有工具 工具用到的有砂纸刮板 刷子滚筒 电锯电钻等等 由于工具大部分我家里本来就有 所以这边我是没有任何开销的 如果你要去专门为了做一套洗衣房 去买电动工具的话 你这边可能还需要花几百块钱 不过这些工具你做完了 在原价卖掉 其实也是没有任何开销的 所以我觉得工具上 不管什么情况 你应该都用不了什么钱 唯一一些消耗品的工具 像砂纸什么的 你可能会用掉就丢掉了 但砂纸你五块钱 可以买五张 打磨我这个桌面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多 所以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虽然材料可能也就一千多一点点 但这是基于我自己干的前提下 如果你找工人来做 这些工时赚下去 肯定会远远超过你的材料费 每个地区工人价格也不一样 澳洲就比较贵 像这么做下来 你少说也得三四千澳元 好一点的五六千也是很正常的 你材料只需要一千 但是你工时费到五六千也很正常 如果你在亚洲或者北美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贵的人工费 但如果你请人做的话 你至少工时费会比材料费贵 所以你至少要准备你的材料费 一倍的价格 用在工人身上 接着我来回答一下 大家常问的问题 因为我这边洗衣房 已经做了 除下十七视频了 每个细节都讲了 所以大家问题也比较多 我就总结归类一下 问了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我分两大部分来讲 首先我会讲 我设计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会讲具体做的时候 操作上的一些问题 设计上问题 很多人问的最多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洗衣柜下面 为什么没有做门 其实我也回答了无数遍了 这个是我故意的 因为以前旧的洗衣柜 下面有门 在这个角落里 开关其实很不方便 导致你从来不会 在里面放东西 你就空间反而浪费了 我这样不做门的 像我这些水盆 我现在放了三个水盆在下面 就一点也不影响 包括我洗衣液什么的 都可以放在下面 时间长了 我也不会忘记 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特意不做门的原因 还有我问的最多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大家要问我 为什么要选木头的桌面 放在洗衣房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木头的桌面 比石头的耐用 我厨房的桌面 其实是石材的 石材的桌面 很容易砸碎 碎了以后补完了 就非常难看 木材桌面就没有这些问题 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它砸碎 而且如果上面有 各种坑洞需要补的话 也非常方便 补完也不会很难看 木材桌面和石材比 最大的缺点就是 抗滑痕能力 会比石材的差一点 再加上就是防水性能 可能没有石材的好 但是现在的涂层 都越来越高级了 我给它涂的这种涂层 基本在接下来的20年 是肯定不会进水的 所以防水问题 是可以彻底解决的 另外抗滑痕能力的话 现在的涂层 也可以让木板 抗滑痕能力大大增加 虽然可能和石材 还差一点点 但基本上摸起来 和玻璃的区别 已经不是很大的 而且木头上 就算有一点点滑痕 你也很难看出来 不像石头表面 石材表面一有滑痕 就非常难看 是花的 木头本来就有木纹 上面有滑痕 你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滑痕和防水 其实并不是问题 反倒是石材的桌面 如果用力过猛 裂了碎了 你是没有办法 彻底恢复的 彻底修好的 所以石材的桌面 寿命会非常短 木材的桌面 它不会碎 所以你不管用多少年 就算以后 这些防护层都掉了 它进水发霉了 我们只需要 给它打磨一层 再重新上上木油 那它就和完全全新的木板 没有任何区别了 所以很多老房子 用石木的东西 上百年以后 各种细节的木雕都在 它不会损坏 就是因为木材 可以不断的翻新 你每隔20年翻新一遍 它就可以永远用下去 不像石材或者玻璃的东西 一损坏 就必须得整个更换 还有个挺多人问的问题 就是我的水管 和我的电插座 为什么不改到桌面下面去 这样电线录在上面 是不是很难看 难看是难看 但是你如果放到 桌面下面去了以后 你洗完衣服 怎么关水龙头 洗完衣服 怎么把电器的插座关了 你就一直开着 假设这些都在桌面下面 你又看不见 那多危险 所以把水龙头和插座 保留在桌面上面 是我特意这么为之的 这样子我每次洗完衣服 我需要关闭水龙头 防止水管爆掉 或者我需要关掉电插座 防止火灾 就非常容易了 我不敢想象 有人会把插座和水管 都这么一起放在桌面下面 那样如果你漏水 漏在插座上 你根本看不见 你想想是不是非常危险 接着还有两个设计的问题 我觉得也比较有趣的 一个是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个洗衣机 位置变成两个了 首先这一个是烘干机 它也不是洗衣机 另外就是我因为拆了一个柜子 刚才也都提到了 而且之前视频 也都反复出过好多气了 如果还问这样子问题 很可能因为之前视频没有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其实可以回看我之前的视频 这些问题 我在做的过程中 都详细解答过 不管是设计上的原因 还是具体怎么做 都有 我这边就以这个问题 当了一个例子 其他像这种类似的问题 还有很多 包括关于我顶脚线的 这些东西 但是我也不想浪费大家时间 因为以前视频 你都已经讲过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开始也提到过的 玻璃门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玻璃门不安全 砸碎玻璃就可以开门 对不对 其实这个根本不影响 因为我就算这边拿个铁门 也是没有用的 我窗户这边也是可以砸碎 人家手是可以伸进来开门的 所以不管我这边换什么门 我就算没有门 也不会影响我这边的安全性的 在澳洲 如果你是破门而入 和门没关 人家直接走进来 判刑的量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家里窗户 都是这样子玻璃 路在外面对着马路 那几十年下来 从来没有人进去过 因为人家不敢破窗而入 你真的破了进来偷东西 像我家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 别说什么没偷着 你抓进去判刑也是非常重的 不过如果你门不关 敞开着大门 人家走进来的话 这样判的会比较轻 所以你只要家里的门锁上 你就不用太担心 有破门而入的问题 像我这边换门的时候 就纯可以参考采光 来选择我的门 说实话 你让人家进来 家里也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偷 我感觉这边最值钱的 可能就是我的洗衣机了 值个几百块钱 但是你二手的也就卖五十块钱 谁会拿这种东西呢 再往里面走 我现在放手机拍摄的地方 我又有道密码门 人家又进不去了 你又得再破一次门 没有人会这么闲的 接着我再来讲讲 具体施工的时候一些问题 比如很多人问我 改瓷砖颜色的漆 能不能用在浴缸里 用在淋浴房里 其实我看过很多视频 人家这种漆就是用在淋浴房里的 淋浴房的墙面 淋浴房的地面 人家都有改 这虽然不是我自己试过 但是我看人家的反馈 基本说用在墙面上的 五年十年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用在地面上的 五年以后会有点变黑 因为我看大部分人都刷的纯白色的 我不知道像我一样 这种深黄色的会不会有问题 这种因为发黄了 你也看不出来 但是你刷纯白的 可能在五年到十年以后 淋浴房的地面会变黑 脏一点 你就需要重新刷一遍 另外浴缸里面 理论上来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浴缸里有更好的 专门刷浴缸的那种涂层 你可以买那种 会更适合刷浴缸 当然操作起来 要比这个要会繁琐一点 需要分成两块 冻在冰箱里什么的 但是效果应该会比这个好 下一个就是关于 翻新橱柜的时候 很多人说 它的橱柜 跟我的情况不一样 我的是封边掉了 但是板子没仗 它是板子仗掉 而且是铰链螺丝松掉了 你不紧 由于我没碰到 所以我做的时候没有演示 但解决方法也是有的 板子仗掉的话 我觉得你就尽量换板子 我觉得你不值得去打磨 再去刷漆了 彻底涨掉板子 打磨起来是非常费劲的 像我这边角落里一点点涨掉 我就给它磨平了 再给它刷上漆 因为它本来也没有贴面 它本来就是刷漆的 所以我可以恢复 如果你是贴面的板 再涨掉的话 你就直接换新的 换新的 做一个新的柜子很方便的 我都演示过了 另外如果你只是铰链螺丝 像我这个里面 铰链螺丝松掉的话 其实也是有办法的 你把门拆下来以后 在铰链螺丝洞里 用木屑 比如说你切板的时候 留下的木屑 混一点胶水 把里面洞给填满 等胶水干了以后 这边就非常结实了 你再重新拧螺丝 它就紧了 也是很简单 可以解决的 再有人问的比较多 就是去漆液和打磨的区别 如果你有块旧的板 它上面是油漆 但是你是用药水给它去除 还是打磨会比较好 因为我所有视频里都是打磨的 我以前也用过去漆液 效果非常差 因为那些东西你得戴好几层手套 手套也会附带 你用起来非常麻烦 弄完了以后 那些胶你还得去除 其实比打磨慢很多很多 而且会弄得非常恶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永远是打磨 打磨永远是最快的 最省时间的 而且是弄起来最干净的 包括我入洗衣房这个门 我也翻新过 翻新的时候我也是打磨的 我没有去漆液 把旧的漆全部去除 就是很简单的原因 打磨效率要快很多 另外还有人问建筑垃圾 像我这边拆出来 像这个橱柜包括这边铁柜子 拆下来一共有两个很大的建筑垃圾 这种东西其实有几种方法 一种就是你先堆在家里院子里 到时候租一个垃圾桶 把所有要丢的垃圾丢进去 丢满了以后再叫人提走 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建筑垃圾 这样会比较方便 你就不用出门了 如果你是比较少的垃圾 像我这边只有一个木柜子和一个铁柜子 这种你就直接拉到垃圾站去 少量的有时候他们都不收费的 如果你是非常多的 一整辆车塞满的那种垃圾的量的话 它可能会收个几十块钱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 只要你有时间开到垃圾站 像我家附近五分钟路程里就有 一般你住的地方 每个区都会有这样的垃圾回收站 拉过去丢了就行了 不是太难的事情 最后就是有人问我装洗衣机的时候 就是洗衣机震动的问题 其实要防止洗衣机震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四个脚调平就行了 一定要把四个脚完全接触到地面 接触到地面它就没有办法震 如果你震 肯定是地面没调平 如果你因为地面不平 实在调不平的话 你可以在地下面垫几个木板什么的 或者垫几个纸 把洗衣机的高度戒平 一定要四个脚稳稳的压在地上 这样就不会震了 我这边用了几周下来 我感觉没有任何问题 我脚调好了 它就不会震了 地面也不可能是完全非常平的 很多下面水泥都是我自己补的 不可能完全那么平 只要脚调了 四个脚都压住了 它就不会震了 你现在怎么摇 它也是不会动的 它自己滚起来 当然也不会震 烘干机其实无所谓 烘干机转速很慢 它是不会震的 就洗衣机 洗衣机的话 甩干的时候速度非常快 正常洗的时候也无所谓 只要把脚调平就行了 这个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这就是我整理下来 大家反复问的次数 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其他个别单独有人问的问题 我也已经尽量在 相应的问题下面回复你们了 如果有什么错过的 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 再回复提醒我 另外最后讲讲 我自己这几周用完下来的感受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这个水槽比较小 虽然这个水槽好像比之前 那个宽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深度小了很多 总体的体积其实变小的 我当时把水槽装在桌面下面 也是为了可以加深它的深度 这样水不容易溅出来 放水桶什么的装水也方便 但是总的体积它还是比较小 所以这是我现在用下来 最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在洗衣房 要做水池的时候 也要考虑一下水池的大小 我之前用这个水槽 也是和别的样板房里 对比了以后 发现我这个水槽 其实已经挺大了 比很多房子里都已经大了 他们洗衣房的水槽 比这个小很多 也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我以为这个也会够 但实际用下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越大越好 另外就是我改变不了的问题 比如这个水管真的比较靠窗 离窗口很近 所以人在这边洗东西的时候 离墙很近 但这个我不是什么能轻易改变的 要改变的话 必须把这边墙给砸开来 重新排水管了 我觉得不值得干这个事情 以前在肮脏的角落 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 现在全部做新的了以后 也就感觉这个水龙头 确实比较靠窗 另外现在新的烘干机用下来 效果是非常好的 比我以前用过的 自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 要好用很多 所以这边能分享的一个经验 就是如果你家有空间 可以放分体的烘干机 就不要买洗衣烘干一体的机器 这个提升真的很大 现在这个桌面大了 有时候我会把洗衣液 放在这个地方 完全不影响我这边正常使用 桌面还是有这么深 另外这个手套可以挂在这 水还会直接滴在我的水槽里 另外像这种海绵 抹布什么的我就会放在窗台上 晒干也比较快 虽然本来就狭窄 但这些东西放上了以后 也没有再影响我的面积 另外我对这个吊柜是非常满意的 虽然它很薄 体积上肯定不如我拆掉 这个顶天立地的高柜 但是它把面积铺开了以后 现在拿东西放东西真的很方便 所有东西都一目了然 放哪拿哪都非常方便 不像以前那个深的柜子 又高 其实又没有多少隔板 但是里面很深的东西你也拿不到 而且这个柜子现在缩在里面 不影响上面灯光什么的 灯光依然可以照到这边 整个桌面都是照亮的 所以这边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几周用下来 除了这个水槽 感觉稍微小了一点以外 使用上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觉得非常舒服 打扫也非常方便 总体来说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那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对我这边洗衣房改造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也可以继续在这个视频下方的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那这个洗衣房每个东西细节的做法 我都已经上传了详细的视频流程 如果你对某样东西特别感兴趣的话 也记得不要错过我那些视频 那么好了 本期就到这边 我是Candy 我们下期再见